大家好,我是大家,我是Tomi 欢迎频道的频道 现在我人在北海道札波罗 哼哼,真的看一下 现在刚好下雪了 上次大家有看完北海道系列 可能我去韩馆啊 或是介绍那个机场 但是没有介绍到这个杂谎这一边的 然后说到杂谎的话呢 你们来北海道一定一定会来的地方嘛 同时非常多人跟我说 诶Tomi,我想知道北海道当地推荐的饭店在哪里 因为你们来旅游就是一定要去饭店嘛 然后饭店的体验 就是整个影响到你的这个旅行的行程 我自己是非常重视这个饭店的体验的 那这一次呢 哇,等一下 太烂满了 我忘了这部影片的重点是什么 哇,你看这种早套车 很有日本的feel 啊不是,诶,重点是 今天中文讲的是饭店的介绍 然后当地人推荐的 我直接开箱两家 因为选饭店的定义其实有非常多种 有些人是非常重视CPG 然后不要喊那个餐点 但是有一些人是比较想要低调 然后高级,比较优雅 看你们的选择啦 是喜欢的,就是你们可以聚 好,那么我们直接开箱第一间吧 从台湾飞过来的 对对对 哦,可以跟你拍个照吗? 当然可以 结果遇到台湾的观众 耶,嗨 嗨,二,三 谢谢,拜拜 拜拜,日上小心,拜拜 没想到在这边可以遇到台湾的我的粉丝们 哦,超开心的耶 我来的第一间就是 Hoshino Resort的OMO3 Sapporo Suzuki 这是新叶机场 在日本的话非常知名 这是比较高价位的印象有没有 上次我在京队也是有介绍过OMO5 大家有没有印象 那OMO有分担机 OMO3是最便宜廉价的 我有住过这里哦 就是真的是我真心推对的 所以就是今天开箱 一进去会发现有这种东西 非常多那种Kanban的 而且我觉得蛮时尚的 然后这个里面的装潢那些啊 我觉得非常漂亮的 很不像是那种很便宜 是比较高的饭店里面的装潢 都是设计过的 然后进去这边发现有少少的便利商店 这边的话呢自己要付钱了 但是是可以买东西 所以不用特别去附近的便利商店 然后这边就是可以拿到那个免费的水 可以直接带回那个你的房间 现在日本饭店很多这种 就是自己拿这个 AMENITY 像亚刷或是那种刮盒子的 那我已经刚刚check in好了 所以直接上去咯 这边走廊的感觉也是 是蛮不错的啊 就很干净很安静 偷偷看一下那个view 诶 不错耶 因为现在1月的话 早晚都会下雪 你看都挤雪了超漂亮的 -嘿! ーおっとおっと -どうですか? 素晴らしい 値段がですね 今回は 割引を使う前で定価で7000円 -えーなんで2人で割ったら 1人3500円 -安くね? 安くね? 安い - ウォー 好 大家 我們已經進来這個房間了 那像剛剛我也説那個 價錢嘛 -就是一個人3500円 -其實這個以日本的飯店來說 真的是最低價的 你如果找那個澡南旅館 或是什麼網咖也是差不多這個價錢的 而且我覺得地點也是很不錯的 從那個Suzukiの車站 就是早晃裡面非常熱鬧的地方 大概走路5分鐘就可以到了 我們剛剛從這邊進來嘛 簡單介紹一下 這邊就是有衣櫃 也可以掛東西 然後這邊的話就是主要的房間 思議欄思議欄 這個大小其實不能說非常大 因為日本的房間其實大部分都是這樣子的啦 是我覺得夠大的 然後兩個單人床 因為我們最自訂的是Swing Room 然後這邊有這個沙發 還有冰箱 還有這個桌子跟椅子 我跟你們說為什麼我喜歡這裡的原因 第一是這裡 因為我有分享過很多次嘛 就是我是帶電腦 然後在外面剪片啊什麼的 非常需要這種空間的人 所以放在那個我的筆電啊 然後這邊就是工作環境 椅子真的是重點 就可以這樣 還後面有人在死掉 這是比較多功能的椅子 很不像是那種 上路旅館通常有的很硬的那種椅子 然後也簡單看一下 這邊就是洗手間啦 就很簡單然後非常乾淨 你看他們配色也是滿好看的 然後當然這些毛巾 這種品質也是非常好的 然後吹風機也有 還有這邊就是我們的洗澡的地方 這邊的話當然是沒有那種大浴室 就是溫泉的 但是至少可以簡單很乾淨的環境下可以洗澡 簡單的room tour就這樣結束 因為這個價錢一個人3500日幣嘛 然後離車站比較近 當然是沒有含那個早餐或晚餐的餐點 但是這個也是有一個好趣 很愛自由行的朋友們 久等了 我們現在呢帶你們去吃一些 早餐的非常道地的我推薦的晚餐 因為早餐我有來過幾次 然後私底下有找到一些 就是我可以推薦的餐廳 我已經擠下來了 所以現在要跟你們介紹 所以呢第一件這邊是推薦for 完全不需要餐點 然後溫泉也都不需要 只要單純能睡覺 然後房間就是乾淨 然後地點也是還不錯的 然後最重視那個CP值就是便宜一點的人的話 我真的是很推薦這一列的 那我們去吃飯 腳踏了嗎? 真的這是我來的 衣服 我也衣服 真的大家記得要穿那種 潘水的鞋子 然後比較不會滑到 現在要去的電梯 這個十字幕 這個就是Round 1的 就左邊這邊 其實這邊位置真的很方便 從我們剛剛走的 飯店大概四五分鐘就可以到了 就是這邊 因為上次呢我跟朋友一起來的時候 我覺得非常氣氛很好 然後服務很好 然後餐點CP值也是都很不錯的 地點也是非常好 這裡是10列嗎? 然後就進去 W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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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 哇哦 耶 好耶 喔 很像兩個人來 約會的那種 多吃�� gifted 要享受那一咖啡和日本版的飲料也合作 也有 喝比起اس 好的 大豆 以外是非常 знаком 甜上最辣 american 大家一定要请 Haush 代表香港的方式 要参加日本酒 因为里面的米和水也好 太好了 札幌啤酒 乾杯 乾杯 嗯 札幌啤酒美味 好我們剛剛點了超多菜 但是呢先 這個前菜吃一下 這也是蠻用心做的耶 那個 其實日本酒的話呢 真的是不要當喝 一定要跟這些美食一起搭配 比較順口的 比較溫柔的 超級棒的 看他點了超多 我推薦的菜單 大家真的是可以點跟我一模一樣的 截圖下來 然後給店員看就可以了 你看 因為北海道的馬鈴薯也是非常有名 所以先點了這個 跟這個 我跟你們說這個 真的不是單純的 就只有的那種 超級好吃的喔 超級好吃的喔 你不要小看 因為炸到馬鈴薯 所以 把這個奶油 放在這個中間 就是要夾在這樣子 裡面 這樣子那個裡面的奶油 才會融化的 耶 你看他已經有點融化掉囉 然後這邊他們還有附這個 然後馬鈴薯 至於是 一天一天一天 真的完全是大阪的 好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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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酷酷的 不是 普通的雞肉也很不同 很甜 很甜 同样的雞肉也很不同 塩辛 塩気很強 所以 要不要再喝 好吃 塩辛初吃了 但是 全然可以 鱼肉也很美味 所以 愛喝酒的就是喜歡這種的 哇 好吃 謝謝 真的太天堂了 全部都是我喜歡的 等一下喔 你先等一下 我等一下會吃 嗯 啊 美海豆的馬鈴士 真的很美味 旁邊就有這個 然後它蚵仔也是非常大喔 我真的說不了了 這是塔塔醬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再搭配日本酒 啊 每個人 早晃的 愛喝酒的 喜歡Juju的人 真的可以來這邊 大推 它裡面的蚵兒 這個超大顆的 然後 乾炸好 啊 我太愛別海盜了 我要不要一字 別海盜啊 我就不要大半了耶 這邊推薦 就是 它用鐵板來烤這個 它的醬是非常特別的調味喔 跟超多的蔥一起吃 嗯 嗯 好吃 它這個花枝的口感 非常QQ 嫩嫩的 基本上是醬油加一些衛生 然後 因為它們有烤過 所以那個 醬油的那個 烤的香氣也都加分 飲比较 中間第二種 你看它一杯也是 其實 倒了非常多久啊 因為日本酒 其實有點濃 所以 倒這麼多是 蠻佛心的 其實 它比剛剛的甜一些 開始有感覺了 喝日本酒就有感覺 這個就是我 Tommy這個 推薦的菜單 マダチの天ぷら 不知道中文怎麼講 シラコ 的天ぷら 然後這邊有 鹽巴可以沾一下 啊 看 我滿意外 你看這個 シラコ就是裡面這樣子 白色的這個 很 醜醜 透露透露的那種 就是口感有點像豆腐的 新鮮的才這麼好吃 如果它不新鮮的話 真的是不行 腥味太重了 但是 北海豆真的可以吃 這個在日本吉他地方 也是比較少機會吃到的 所以我覺得可以點 必吃的菜單 真的是 這兩個 這個 跟這個 天ぷら 還有剛剛的那個 跟 還有 還有 是全部嗎 說實話 我們剛剛點了這個 我這個不推 因為這個有點太貴了 然後 吃起來的味道有點像 一般般的 那種 所以這個我覺得不要點 但吉他我剛剛點的 真的是全部都可以點 包含這個日本酒 這個飲食比 這個很特別吧 拍照起來是非常好看的 飛海豆旅遊開始了 喔太棒了 北海道的夜尼 乾杯 北海道的夜尼 乾杯 最高です マジで 開心嗎 酷払い 開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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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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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 台灣的方來 請請請 東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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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 如果 請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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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服務人員 爺爺太可愛了 他有給我糖果 然後我跟他說 有可能看我的影片 然後台灣的他會過來 他說我會好好招待他 因為 之前我記得上那個福甘的 勿鍋 牛腸鍋啊 或是大阪的那個拉麵店 超多人跟我說 欸 真的 我有去喔這樣子 然後之前那個福甘的那個勿鍋的話 真的現在爆多台灣人過去 然後 那個店員說 首先會問說 欸你是看東米的YouTube嗎這樣子 然後我的觀眾都會說 啊我是看東米影片過來的 我覺得非常開心 這個真的是我的動力 所以 大家如果來北海道的話 真的是 可以來這邊 那個服務也超級親切的 雖然可能不太會講外國語 但是他們有外國語的菜單 啊 太愛北海道了 回飯店 而且剛剛他真的超可愛 我說我是 他直接在 手寫 你的頻道叫 然後 然後 我跟他說 如果我的觀眾 台灣的朋友們都會去的話 就是 好好交代我這樣 好像 這一句我剛剛有講吧 嗯 這樣真的是非常棒 這是 我的榮幸 我影片裡 介紹的 推薦的地方 大家都會過去 然後 可能 或是留言告訴我 這個是真的是 非常棒的事情啊 不是嗎 超人的你看 現在都這樣 哈囉 大家我們現在來到 第二家飯店叫 K.O.Plaza Hotel 札幌 這邊的話呢 看外觀應該就知道 是稍微高級一點的 比較不一樣的 Let's go 開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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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有一種高級的感覺 3 2 1 3 2 1 3 3 2 3 3 2 3 3 3 2 3 2 3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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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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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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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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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這東西其實還不錯 感覺比較高級的這個 它有準備咖啡耶 想要喝的話就用在這邊就可以喝的 我覺得重點還是這個風景了啦 真的是蠻不錯的 就是可能在這邊看風景 然後喝個咖啡之類的 有電車來了 因為那邊就是JR的雜環車站 就是在那邊 因為我很喜歡從高樓看的那種風景 所以這個對我來說就是蠻加分的 心情會變得非常好 那這邊的價錢我先跟你們分享一下 Premia Twinroom 然後兩個人就是一萬兩萬八千四百四十日幣 所以一個人等於是一萬四千兩百 其實跟第一家比起來 價錢是大概差不多四倍 我覺得一萬四千還可以接受 因為你車站大概走路五分鐘到六分鐘 然後也有喊明天的那個早餐Buffet吃到飽 感覺是很厲害的樣子 還有這個Premia的高淺羅的這個風景嘛 然後他們Check in的時候給我這個 Club Lounge的這個票 這個的話呢 預訂那個高淺羅的那個Premia的人 才可以收到的 我等一下去看一下好了 一定要用這個服務嘛 不然我付比較多錢 一定要用到飽 吃到飽喝到飽好不好 我們在找那個Lounge在哪里 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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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啊我找到了哦 有Premium的感覺哦 它真的到處管拍照耶 好耶 這個乾杯的違法很厲害 Madeuayne 好可愛哦 很少耶 嗯嗯味 摩擦的甜點 好吃 這邊我覺得氣氛還不錯 然後可以享受那個下午茶的感覺 果然你體驗那個lounge的感覺 就是很放鬆很不一樣 我覺得旅行的這個質感會提升up up 就是可以更放鬆更閃爍的 很好喝耶 我真的很喜歡威士忌的 後面我還有看到那個sappora classic beer 那個也是喝到飽的好爽 不用自己去995點酒 其實這邊可以喝醉的 就是喝為醉 然後再搭配這些小點心 好我就不優雅 抱歉 可能你們去外面吃晚餐 然後回到這邊 就可能喝個酒 然後姐姐睡覺也是可以 或是在這邊喝完聊天放鬆之後去外面玩也是可以的 好早安 大家好 我們現在來吃早餐buffet 好期待 這邊的重點之一是早餐 這邊的風景一樣很漂亮 今天那個下的雪超級大 早安 寿司 吃完火鍋 好 我們來吃了 好 這裡就是師父廳 好 今天早安 去吃晚餐 看你餐 有看到一些螃蟹肉在这边 北海道産的鸭鸭 印鲜的目覚是北海道的有名的 ジャガイモ的品種 它也是用北海道的鸡蛋 白色的奥姆蛋 鸡的鸡肉 我们拿好了 我每次来这种早餐吃到饱了 真的会拿超级多的 一个沙拉 一个汤 一个饭 一个寿司 因为想说我们很难得来嘛 然后已经付钱了 那就要吃饱 要吃得很幸福嘛 我很喜欢日系的那种早餐Buffet 不知道要从哪里 接下来 鸡蛋饭 它里面放的那个蟹肉 没有很多了 但是因为那个蟹的味道 已经入味在这个饭里面 然后再加这种 北海道出名的这个玉米 还蛮甜的 还不错吃 那个师傅帮我们弄 所以这米饭不是很挤的那种 稍微里面还是会有空间的 印鑒的目覚 就是北海道産的马铃鱼 好甜喔 北海道真的有很多食材 这菜是非常特别的 像马铃鱼 或是这种南瓜 或是牛奶 起司什么的 南瓜农胎也很好喝耶 这也是这个饭店才有的 把那个牛肉的浓缩的味道 做成那种泥 然后就 凝固在一起 牛肉的味道非常浓 也是北海道有名的 羊肉 羊肉叫这个 螃蟹饭 这个也是 我刚刚问师傅 这是 銀酒 它的那个油花比较多 所以吃起来 比较汁汁汁的 そして更 这个 北海道干贝 超多海鲜的 好好吃喔 那边的窗户也是非常大 所以可以看美景 就是雪景嘛 这边吃这个的话 真的是 加三年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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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对 好 对 对 对 不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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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我吃了 很酷 很酷 一般是很酷 謝謝 喔! 芝士 好吃 超柔軟的 超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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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面是雪景色 帥哥 謝謝 對 他一直知道帥哥的意思是什麼 帥哥 吵死 我最後跟這個可愛的鳥一起拍結尾吧 怎麼樣大家 這一次我們直接開箱了 兩家北海道當地非常知名度的飯店 然後也順便有介紹那個 當地的美食嘛 叫珠珠屋 因為那個飯店真的是 對旅遊的人來說太重要了 所以這一部呢 希望可以帶你們來日本旅遊的時候的參考 等一下 這個 有點 烏烏的 其實價錢跟那個裡面的服務有點不一樣 所以不能說哪一個是比較推薦 就是看你們的預算 跟看你們想要的需求是什麼 我在資訊欄裡面有放這次的 兩家飯店跟那個995的那個資訊 Google地圖的那個連結 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自己去看 然後參考一下喔 好那希望大家會喜歡這個系列 喜歡的話留言告訴我 我會拍全國的這個 因為這是北海道嘛 但可能大阪或是東京 福岡都還沒有拍過 所以如果你們想看的話 我會繼續拍喔 那麼今天的影片到這邊結束 謝謝大家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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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你們 喔 也 有 Subscrib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